我们七台车 大概二十几个 家族旅游二十多人 把这一区户外泡脚池几乎全包了 天气冷嗖嗖这么一泡又暖和又舒服 这两天比较冷 昨天就变冷 泡个温泉免费泡脚池 温泉热池也有来取暖的游客 寒流来袭一早南台湾10度以下 茂林寝人古温泉是高雄首座温泉示范区 这个月初部分对外开放过年不打烊 假期最后两天寒流暴到 当然得好好泡个汤暖暖身 早很少有这么冷的天气 平时都还蛮热的大太阳 天气冷 泡身之乎 早上来这边泡的前面就很冷啊 会 哪里最好玩 玩水 玩水 顺便注意一下 六龟的温泉山庄一早也有泡汤的民众 亲朋好友丘团来 这一波低温南台湾也有明显感受 泡完汤还有五股鸡汤可以喝 相较往年的过年 今年假期长天气冷 温泉业者业绩成长三到四成 而比起这一波寒流 前几天南部地区还没这么冷 而初期全台各县市平地的低温 都在十度以下 基隆七点四度 云林谷坑六点三度 高雄七点五度 直到下周一上班日寒流微粒才会减弱 尤其是比较靠近是在中部的 晋山区或河谷 途中是呈现深蓝色的 也代表这边区块是有出现 接近六度的一个低温 难得在南台湾骑车的走路的羽绒衣 手套都派上用场 这一波冷空气 北中南都很有感 TVBS新闻 艾朝贤吴绍龙 SNG小组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